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或是作为医护工作者在疫情最危险的一线冲锋陷阵 还有另外一群人也十分的显眼 他们藏匿在网络的世界里 自诩为正义之师 像一个隐形的时代英雄 动辄饥饿如仇 口诛笔伐 从病毒发源地武汉被封城开始 一面人心的讨伐大旗又被他们高高的举起 1月22日夜间 武汉宣布封城 财新网报道说 虽然是凌晨2点发出通告 但到上午10点封城起 有8个小时的窗口时间 部分的市民和滞留武汉的外地游客选择连夜出城 部分选择逃离武汉的民众 将自己的情况发在了微博上 逃离武汉也迅速成为微博搜索的关键词 一时间 这些逃离者的微博被谩骂和攻击淹没 他们的照片和个人信息也被疯狂的转发和流传 据之前的媒体报道 武汉约有1000万常驻人口 目前有500多万人离开武汉 但他们并不如很多人所想的那样 是逃离武汉 绝大多数人都是春节正常返乡的大学生 与外来务工人员 且大多数流向湖北省内 随着疫情的蔓延 武汉人成了病毒的代名词 很多人甚至谈到了武汉色变 唯恐避之而不及 以至于身在外地没人性的武汉人 因祸害全国而受到抵制和驱逐 致使他们流浪再败无处安身 接着 随着肺炎病毒的源头被媒体揭露 一些人更是将矛头指向了爱吃野味的武汉人 更是疯狂的讨伐生在网路上铺天盖地 人性究竟是什么 这就是人性的真实写照 在灾难面前 人本能的求生欲望 不是人性吗 在信息不透明 没有得到明确的解释和指示的情况下 冒险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安全 难道不是人性吗 一些普普通通的人 第一次面对可能降临的死亡 表现出恐慌 无助 胆怯 失措 不是人性吗 人性 人知本性 如若说 一个人丧失人性 即使他不能为人或枉为人 这是非常严重的人生攻击 不幸的是 这样的字眼已经成为所谓讨伐者的戾气 在当今的网络世界里随处可见 作为共同生活在和谐社会里的同胞 请问 人天性里的善良呢 共情呢 同理心呢 又在哪里 因为他们来自疫区有可能携带病毒 更因为他们的逃离 有可能让原本远离病毒的人暴露在危险之中 看见了吗 只是有可能被触犯到自身利益 就能让人抛弃一切人道约束 狠狠地戳痛未曾相识的人心 肆虐的语言暴力比疫情更加让人觉得恐惧和绝望 身体的暴力可以致命 语言的暴力则能诛心 这也是人性无疑 人性本善 还是恶 有善有恶 无善无恶 从古至今 人们从来没有停止过 关于对人性的思考和争论 人性之复杂 丰富和深刻 连思想家和大师都无法给出一个确定的结论 怎么能够轻易地被利用 被炮制成一面讨伐的旗帜 马克思主义认为 从人的社会性和阶级性出发 才能得到对人性的正确解释 心理学大师马斯洛也认为 人性是人的全部属性的总括 社会为人提供了一个怎样的环境 决定了人性是善还是恶 灾难确实是人性的一面镜子 武汉封城让我想到了韩国的电影流感 在电影中 携带流感病毒的偷渡客 抵达韩国盆堂市 致使这个人口40多万 距首尔仅有15公里的城市 首当其中 成为病毒蔓延的发源地 由于当地议员的疏忽 疫情爆发后 整座城市陷入了失控 韩国总理做出决定 隔离盆堂以防止病毒 向首尔向全国蔓延 但韩国政府并没有履行非感染者 48小时离开隔离区的承诺 也没有对感染者进行集中治疗 为了保住首尔 保住韩国 政府决定放弃盆堂 那么 是应该为了阻止流感 放弃40多万盆堂市民的生命 还是保住他们生命 让整个韩国处于疫情的风险中 你会怎么选择 电影的女主角 金仁海的女儿被感染病毒 按照规定必须送到感染区 金仁海知道 那样做就意味着 女儿会被即刻宣判死刑 她选择隐瞒实情 将女儿留在了非感染区 这也意味着 女儿将是一个高危险的传染源 如果是你 你会怎么做 在这种情况下 没有人能够做出 所谓正确的选择 如此 盲目用人性善恶 去加以批判 更是不明智的 那些明知被感染 依然逃离武汉的人 是缺乏功德和良知 那些在逃离途中 不明就里的炫耀 甚至挑衅的人 是自私和麻木 那些非法倒卖 和食用野生动物的人 更是愚昧和贪婪 没有人为那些 理应受到谴责的人辩护 但因此 就将所有武汉人 甚至湖北人 当成宣泄愤怒的目标 换来的结果 又将是什么呢 在灾难面前 个人的恐慌和愤怒的情绪 很容易被煽动和利用 从而引发 集体性的失智和疯狂 当病毒之灾 演变成人性之灾 后果又将由谁来承担 生病的武汉 如今已是一座孤岛 但那里依然是 一千万中国人的家 他们处在风暴中心 遭受着身体和精神的折磨 而在人性大旗之下 压垮的恐怕是 他们心里最后的那一道防线 莫让一场病毒之灾 失去了一座城 又失了人心 记得电影《蝙蝠侠》 《黑暗骑士》里 有这样一个桥段 小丑在两艘满在 普通市民和囚犯的客轮上 放有遥控炸弹 而两支遥控器 分别在对方的船上 如果午夜之前 按下遥控就可以自救 代价却是 另一艘轮船会爆炸 否则午夜之后 两艘船只都会爆炸 结果是 普通市民和囚犯 都没有选择按下遥控器 阻止普通市民按下遥控器的 正是人本性的善良 而那些原本作恶多端的囚犯 也在那一刻守住了 为人最基本的良心 死亡面前 他们都守住了 不作恶的底线 灾难来临 所有人勇敢逆行 坚守疫情前线的医生 主动请愿支援的护士 奔赴疫区的专家 他们是灾难中 点亮黑暗人性之光 不是每个人都要做蝙蝠侠拯救世界 疫情面前 我们只需要做一个普通的好人 不必做英雄 也请守住人性的底线 1月30日 世界卫生组织将武汉肺炎疫情定性为 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国际社会将采取应对措施 与中国一起抗击肺炎病毒 灾难面前 没有国界武汉人与中国人 又怎么可能在两艘船上 莫让今日的武汉成为明日的中国 就像英国诗人约翰·多恩诗中所说 没有人是自成一体与世隔绝的孤岛 每一个人都是广茂大陆的一部分 如果海浪冲掉了一块岩石 欧洲就减少 如同一个海家失掉一脚 如同你的朋友 或者你自己的领地失掉一块 每个人的死亡都是我的哀伤 因为我是人类的一员 所以不要问丧中为谁而明 它就是为你而明 以上是本期万维追击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右下方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